有句话说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做好财务规划才能够让辛苦赚来的钱花在自己身上 而美国一间银行业者是举办了演讲 是专门针对结税法务作为演说 而也邀请了专业的律师跟会计师一起分享经验 许多社区的民众都有到场参加 成立于2005年的大通银行First General Bank 为了帮助顾客特别举办企业结税和法务面面观讲座 邀请到了四位专业的律师和会计师 包括了游信宴 金盛之 陈启庚与邱云嘉 分别以美国新移民财富信托规划 专利权 移民政策 以及资产申报等相关议题做分享 受到了参加民众的热烈回响 这次我们办的活动主要也是帮助我们的客户 如何在美国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更加的成功 所以作为一个商业银行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次的讲座 帮助我们的客户能够在企业经营上得到契机 有特别的技巧 也透过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做服务 对社企提供贡献 我今天的话题是守护财富 财富传承 像我这个部分会讲到说 怎么样子节省遗产税 怎么样子避免资产被诉讼 就是把它攻击家里的财富 最后是避免怎么样子 避免家庭的财富纠纷 所以现在Trump他有新的避免税的想法 他想要把避免税取消 可是现在避免税每次Democrat进来 或是Republican进来当总统 他们的避免税都会改来改去的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的信托要写得要有弹性 也有Flexibility 所以譬如我们建议客户 他们的信托有加一个Trust Protector 就是一个监督人 会监督受托人 监督信托 监督受益人 这样子每次假如法律更改的话 这样子信托也可以跟着调整 这是我们一个很常跟客户建议的idea 现任台美律师协会会长的尤信宴 具有10张专业证照 除了是律师 会计师之外 还是理财规划师 最高阶物产经济 专属保险经济 人寿保险经济 财务专业顾问 个人理财专家 共同基金管理专家 以及专业信托规划师 丰富的经验提供税务规划 财产继承 企业保护 以及移民财产计划等相关服务 帮助顾客守住一身辛苦得来的财富 传承给下一代的子孙 更多讯息欢迎上网查询 中望电视采访报导